在C.S. Lewis的《Mere Christianity》里面有一段讲《The Great Sin》 一个最大的罪 他讲骄傲 你可以加上自己的德行等等加下去就可以了 你听我读一下 这一个诸恶中最大之恶 会偷偷进入我们信仰生活的终身 原因很简单 其他较小之恶是魔鬼利用我们的动物本性作用在我们身上 但骄傲不是来自人的动物本性 而是直接来自地狱 是宿灵层次上的东西 因此被其他恶远远难触摸也远违致命 我想你知道他不是看低动物的本性的罪 就是我说lust of the eye 就是譬如色情那些东西 但他说 骄傲是另外一件事 是一个更加害怕的东西 你看下去你就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 也因为如此骄傲常被用来驱走较小之恶 比如说 老师常常用自尊这种自眼来 劝来劝学生检点行为 其实自尊就是骄傲 不少人能克服 懦弱 贪欲 坏脾气等等 是由于是这些有损自己的尊严 用的也是骄傲 我不知道你明白他说了什么 譬如有一个学生很懒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令他不懒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 让他和其他人有竞争 去表扬 譬如这样说 我决定今次考试 有一个全班第一的人公开表扬 让他在全校面前领个掌 下次那些懒的学生都开始勤力 为什么 因为大家梦想可以追求到 他有一天他可以骄傲地站在上面 在教会上一样 你想某位弟兄姊妹 特别用心做教会的事很简单 赚赚他 要不就谈一下他 要不就赚他 我真的太努力了 你做这次大令真的好 我太努力了 那他下次就贴了身 给了心 要不就说 你不可以 你这样很适合 你看看那个人和你差不多手势的时候 现在人家 听说人家不止十一梦见 15% 你现在先给他多 那他又可以急起追追 你明白吗 原来这个 骄傲 智义这件事 是很使得的 但是使得来 是害人的 你看看下面最后的总结 他说 当 老师用骄傲去取代了学生的冷散的时候 他说 魔鬼会大笑 他非常高兴一个人能做到精杰 勇敢 自制 只要在后面指挥你的事 骄傲 自以 公德 这就好象 他不在乎你把洞瘡衣好 只要你愿意接受癌症 来交换 骄傲 为属灵上的癌症 能吞吃 掉爱 致足 叫者一切无法施展 你明白吗 一个骄傲的人 是很可怕的一个人 一个骄傲的人 可以拥有精杰 可以拥有勇敢 可以有折制 Self control 我想大家都很想要有折制 但是一个骄傲的人 可以拥有这件事 但是他其实生命里面有着的是什么 男性 很可怕的 但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我们的华人教会 就是我们的亚洲人的文化 就是最骄傲的 我们在美国 你知道 我们讲一些故事 在美国 我们很多 韩国教会 我在美国 我现在也是 都是掌老会的人 我们掌老会 很多韩国仔 很多韩国的教会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韩国教会开会 有鬼佬 有什么人都有 我们一起去开会 开会之前我们有个崇拜 崇拜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 未进入崇拜 接着他有一个掌老走出来 就说他有一个献唱 在崇拜当中 献唱聖歌 很棒 接着 在未献唱之前 介绍了他五分钟 介绍了这个掌老 是一个有名的医生 是一个医学院里面的教授 接着去了无数的mission trip 就是去全世界游牌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他在教会又非常投入的 是教会的掌老 接着他又悠悠唱歌 所以一定要表演 接着他去了世界各地 他宣教的时候 就会唱 用二十多个不同的语言 去唱聖歌 OK 讲完五分钟之后 介绍了他的历历 接着我开始唱 那首歌叫做李真伟大 我听的时候 我常在想 哇 李真是伟大 厉不厉害 我听完之后 我打电话回去给老婆 我说刚才那个人真伟大 因为我想不到主耶苏基这个位置 但我只是想到 哇 刚才他说了这么多东西 是吧 很厉害 但是这个东西 是很 我不是说说他 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不知道 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 我又不能说一定有一些 我们教会没有的 有些执事 有掌老 你给他表演的机会 他就忠心是主 可以付出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是熟灵的颜症 而且你想想这个颜症 可以不断在教会里面 是传扬 传扬到一个地步 我们有天 教会不需要害怕 没有后继无人 可能有几十人在排队 准备做我们下届执事 但是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需要回去恩信称义的来供 OK 第三点 最正的 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恩信称义 而是 而是拥抱恩信称义 再不是买房子的救恩神学 而是上帝完全的买属我们 是完全属于上帝 会有什么的表现呢 OK 我和你读几次圣经 接着我给你看个原因 《加泰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受个礼不受个礼都无关係 要紧的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圣经很喜欢讲新的 如果刚才你听我讲到 你知道我很强调这个完全的新人 我因为律法而向律法死了 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恩信上帝而止活的 祂是爱我 为我舍记 我也是跟你说 保罗只懂得说的 他老子在想耶稣 他想到他所有拥有的功德 完全出于耶稣 而这件事是完全反转了他的人生 他的应用不是 既然一切耶稣已经帮我买熟了 我现在可以去犯罪 不用怕因为我有面子 而是因为一切被耶稣所买熟了 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 但他又不是很不想地 不过没有办法地给耶稣 而是他是欢欢喜喜地 将自己一生完全交给耶稣 因为他事爱我 为我舍记 OK 完结的时候我想带大家去看王霍佛 王霍佛 大家都可能知道 他是一个路德中的牧师 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 叫《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简单来说 这本书就是讲耶稣 他是尝试去解释耶稣的灯山补睡 OK 从一个解经的角度来说 这本书真的不太值得看 OK 不过他的隐言 那30页的隐言 差不多是背了下去 很棒的 头30页的隐言 真的是classic 我现在给了一点隐言 看看他怎么说路德当年的经验 就是由罗马天主教的内功里面走出 走入一个真正恩信称义的内功 当宗教改革发生时 上帝的旨意让马丁路德恢复了 纯粹和昂贵恩典的福音 路德出身于修道远是一个修士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 路德丢弃了一切而追随基督 走上绝对服侍他的道路 他为了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放弃了世界 路德放弃了一切 不过他还没放弃自己的功德 这个是关键 修道主义把造门徒的谦卑工作 变成为圣徒的功德活动 并把造门徒的自我捨弃 变成宗教徒的狂妄的熟灵自负驕傲 世界悄悄进入修道生活的中心 并且再一次带来浩劫 修道士本来是要逃避世界 结果却用巧妙的方法迷戀世界 修道士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他所放弃的所有东西 其实是换取另外一些东西 就是功德 而他这个功德就是世界的核心 其实修道士都是在迷戀世界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 由于宗教生活已经失去基础 这个讲道 当他打开圣经开始明白 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功德得到上帝接纳 所以路德只有紧紧抓住因脸 就在整个修道世界在他面前彻底崩溃的时候 他在基督里看到了上帝向他伸出拯救之手 这个就是恩信清义 就是完全为靠基督 他在信仰中抓住那子手 相信无论我们过着多么良善的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事不仅是徒劳的恩典 把自己吸人的恩典 是昂贵的恩典 这种恩典粉碎了他整个的存在 他必须再一次放弃自己的余望 而去跟随主耶稣基督 第一次追随是他在进入收到远的时候 那时除了敬虔的自我以外 他把一切都抛弃了 一切都抛弃了 不过他所有抛弃的东西是换来自己的敬虔 这一次连他自己的敬虔 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抛弃 日今为止 基督徒的生活一直就是小数优秀分子 在特别有利的修道主义条件下的成就 现在却成了每个生活在世界中的基督徒的义务了 在人的日常生活的职业中 都必须完全服从基督的戒命 我想清晰一点说这句话 究竟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两件事 路德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他发现 这个收到远的系统是完全corrupt的 是不行的 他放弃了一切 为了换取自己的功德 所以他第二次再放弃的时候 连自己的功德都要放弃 变了一切属于基督 OK 但当他从收到远走回到世界的时候 他明白一件事 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是 你不可以要求全世界的人 都是好像收到远里面的人 这么有功德 你明白吗 于是 你们这些普通人 循科络流无所谓 上帝给了你一些恩典 然后你以后 在炼肉里面 多做几百年 或者你有后人 帮你买一些赎罪卷 那就早早入天堂 你是没办法靠自己的 没什么所谓 你继续除波足流 继续犯罪 当路德从收到远走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这个世界 没有头等 次等 三等的基督徒 只是一等而已 那一等基督徒 那一等基督徒 就是完全被上帝掌控佔据的人 于是他发现原来整个理念是错的 如果恩信称义是正确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不需要完全的顺服基督 两个影响 第一个 作一个性职人士 就是我做公司 就不让你胜结 不让你高层次是一样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在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上帝对你的崇復的要求 和对我崇復的要求 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只有一等的基督徒 只不过我们的刚位是一样 你有没有想到这样 如果你练习这个内功 你的人生会变成一样 三点 结束了 警醒提防虚假自义的福音 第二 基督功劳 全部都是基督功劳 不是买房子的救恩 第三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 恩信称义 不再是我 我的今生 全属于 主耶稣基督 我做了一个祈祷 接着我们有时间 少许 都迟了 少许 大家分组 就祈祷 就完了 我们天父 我们再次感谢你 让我们通过这段日子 可以去思想 一本不容易读 但是却有我们必须要读的书 不容易读是因为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解说的方法 以至今天我们教会对佳太书的明白是很混乱 但是困难阅读的地方也都是 我们无法想象 保罗所勾画的一个基督人生 是完全 存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生命 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都有很多错误的思想 我们将基督徒 变了很多的层次 于是我们给自己藉口 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无法做到这么好 我们无法这么投入 不过我们都是基督徒 其实 我们真的要问他自己 我们明不明白什么叫恩信称义 他再不是一个教义 头脑上的教义 而是一个生命 一种内功 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也活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 因为我们已经 失传了这个内功这么多年 于是我们只是在那里看外功 甚至我们有一些宣教士 去到穆斯林的地方 看到穆斯林的圣人都觉得 他们的上帝 其实就是我们同一个上帝 我们根本不明白 其实在核心最不一样的 不是外在的东西 是内在的东西 就是帮助我们 回去福音 因为我们信基督徒是信福音 不是信爱人如己 贡献社会 帮助我们 找到这个中心 其他的一切 自然会发生 祝福我们当中 每一位大英姊妹 我们这样祈祷 我会从最爱说给你都能靠 对Angôt 感谢观看